老子 博书 第七十四章 一道左人主 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居 处利生之 上者国而已矣 无以取强焉 国而无交 国而无经 国而无伤 国而无得已居 是为国而不强 物状而老 是为之不道 不道早已 下面我用白话文来解释一下 以道左人主 就是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呢 不以兵强于天下 不会用兵力在天下逞强 其事好还 这样做了才能获得善报 这样才回归于道 师之所居 处利生之 战争军队所经过的地方 荆棘重生 森林土荡 这个处利就是处国的那个利 是那个木头的意思 这是是处国 这个老子是在那个处国发现的吗 这个是那个老子的博书 当年的处国也非常的大 是非常大的大国 善者 果而已已 善于用兵的人呢 只求有个好结果就行了 无以取强烟 不敢用兵来逞强 否则以后就不会有善的回报了 所以这个无以取强烟 跟不以兵 不以兵强于天下 这个是相呼应的 跟第二句 果而服交 果而服经 果而服上 有善果了而不自己骄傲 也不自精词自示 也不是自夸而善人 果而服得已居 有善果了而不自居 是为果而不强 这叫做有善果了而不逞强 只求就是用兵的人 只求有个好结果就好了 不去逞强 不用兵来逞强 物壮而老 是为之不道 事物强壮了 就会像衰老迈进了 这就叫做不道 不合于道 所以你虽然有兵 这个是跟用兵 也结在一起的 用兵你太强壮了 你也可能会像那个 物壮而老 也会像衰老迈进 所以的话 怎么能够保持一个 上升的状态 也是修道之人 所要注意的地方 不到早已 如果不道 不合于道 物壮而老的话呢 他就会自树其丸 就会过早的衰丸 好 这边 我觉得最重要的 老子哲学里面 也是仿佛强大的 跟兵家怎么用兵的 非常重要的 那个军事思想 就是以道 左人 主者 不以兵 强于天下 不用兵去逞强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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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